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河南一处工厂昨发生爆炸意外,造成现场工人至少一死四伤,另有一人失踪,其中死者还被爆炸为理阵飞到钢架上,现场一片狼藉,周围的民宅也受到损害,事故原因怀疑是没奇怪,在焊接过程中爆炸。 综合周媒报道,中国河南乳洲市盲川镇的陶瓷工厂瑞翔公司,昨日发生脱流塔爆炸意外,酿成一死一失踪,似受伤,伤者无生命危险,周遭民房则受损程度不一,部分民房门窗被震碎,现场一片狼藉。 报道指出,造势工厂尚未投产,怀疑是没奇怪,在焊接过程中爆炸。 然而自有亚洲电台报道,官方公布死伤人数未一死四伤亦失踪,但汝州市第一医院救护人员表示,他们运回四名伤者,具体死亡人数不明。 报道指出,爆炸事件已与官方要求企业改善空污有关,工厂进行燃气整改发生意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